我的朋友已經做了一個義工一整個月 這幾個月是做了包裝物資、運送物資、防疫包 我蘇貫過一個名字叫做倉務防疫包總監 因為大小事務都要由他幫忙處理 現在的防疫包對他都有份去做 我打算探訪他和了解他的工作 阿蘇在分享之前記得要讚好、訂閱和分享給別人看 好,Let's go 我的老友總監在哪裡呢? 在這裡 喂 這個就是我的朋友,就是這個倉務總監 清明都走過來,叫我走過來 這麼閒 排山了,沒辦法 我想問一下,其實你現在在這裡 我都知道你做了一個多月的義工 其實我已經擴充了一個多月 其實現在你們這些是甚麼來的 我看到你們一堆堆,一雙二雙,有很多東西 這些是給醫管局前線的禮包 是抗疫物資,有很多 我已經出了一萬多份 這些是醫管局的物資包 主要是給醫生 在醫護前線,他們都是抗疫了很久 好,那除了醫護之後呢,就是甚麼 這些就是給市民覆蓋 哦,就是給確診 因為它所謂的確診者那些 對,確診家庭,或者有需要的人 就算不是確診,他們打賞我們那裡都會幫到 好啊 盡量提供 嘩,很多出錢一丁年 市民那些,之前很多人都不能出街買東西吃 因為是防疫力,就給一些出錢一丁 然後是午餐肉 午餐肉 和米 米 我看到泰國米 是啊,泰國香米 因為呢,就當我們泰國這樣算 因為泰國很有趣 泰國沒有這些系統去做包裝 物資包、防疫包、禮包、禮包 全部都是政府派錢 派錢,這次還要上網搶 然後說不知一個小時已經搶了多少個億 那些太幣的,很好笑的 那如果快點了,他們還是自己出去派東西 對,因為泰國沒有做任何封城、封少區 最主要是叫那些店鋪不要開門 例如酒吧、夜市那些就叫它關門 餐廳就叫它不可以堂食,類似這樣 所以很多時候跟香港是有點不同 可能香港就有內地這些支援 那時候都說過,出錢一丁 那時候是一開始說全民檢查的時候 那間出錢一丁是被人搶都沒有了 對,但物資都很豐富 這裏已經有700多包米 一板有700多包,一包有30小包 每包小包都是1公斤 所以這裏已經有750公斤 這是什麼米? 泰國香米金鋒 應該都是莫里花米混合大米去做的配種 那類吧 泰國發達通 但我想買一樣東西,我們這邊看看 為什麼這裏寫著老人家屋 老人院支援計劃 我們之前,大家都知道第五波疫情的時候 最厲害的就一定是老人院 全香港我們第一期的老人院支援計劃 有667間老人院申請 然後我們這個防禦包就給他們做一個 雜時的提供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好重的 是啊 很重的 我幫我上來 大約有5、6公斤 裡面有防禦茶 有多手營 中式的涼茶 對 第一期派,我們準備舉行第二期 那我想問,你們現在已經整個月了 那你已經派了多少人出去? 起碼過5、6萬份 5、6萬份 起碼 接下來政府也叫我們做一個全民自願派出檢查 8、90號 我想問,那些東西是否這裡有沒有派出給他們? 那裡沒有 我看到很多義工在這裡 我看到身後,我們看看身後有很多義工 那些義工其實是哪裡會過來的? 那些義工是非常有心的 香港人真的面對危機關頭的時候 是挺身而出的 這些義工全部都是自己填我們的義工表格 然後說今天可以過來幫忙包裝 他們真的過來幫忙 我們的表格一推出15分鐘 已經滿了 今天有二、三十個義工 清明都不會放在山洞裡 幫你包袋 對,真的很熱心 我們有四千多個義工 嘩,都很厲害 看到他們也不是很熟手 他們很多都不是第一次來的 我看到一個問題是甚麼呢 我想紙箱,為何全部都是順風的呢 我都有點奇怪了 其實順風送給你們還是甚麼? 順風,大家也看到我們有很多物資 就算包袋也好,都要找人撤走 順風就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然後我們就跟他們買了紙箱 為什麼用紙箱呢? 這裏就不是廣告 總之就是大就好 方便吧 總之質料好先吧 可以放到十個包袋 我看到我們用身後看看 其實這裏的物資真的不少 我想問你們平均的物資 用多少時間就會用完 或者多少時間又要再包袋呢? 這個真的要感激耳工 耳工一天由九點半到六點鐘 可以包三千份 即是九個小時包三千份 三天可以包一萬份 三天包一萬份 這裏是一萬份的量 所以那裏三天就可以包 老實說,包完之後 那裏的物品又怎樣來呢? 再買 即是會有人送的 或者有人送過來 我看到都很抱歉 你想想一板板的麵也好 泰米也好 一定要必吃的東西 即是中國人最喜歡吃的東西 即是麵和米 我看到都很乾淨 至少你不會滑地坑 灘水或是東西亂擺 至少如果正常外面的食肆 都放在外面 日曬雨淋 這些都要有啞傘頭 有成都不錯 我看到這些浴工 全部都戴上口罩 戴上手套 希望疫情之後就回到泰國 放下保機 一起加入我們包袋 我走了 所以今天分享一下我差不多 所以我希望看到這裡的物資都包得很好 阿蘇其實也想做義工 但阿蘇等一會還有其他地方去 所以來討一討我朋友 看完他之後 我就去考慮我怎樣做我想做的事 我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看到這條影片的人 希望大家也要記得讚好 和分享給別人看 之後如果有任何問題 可以留言給我 阿蘇給大家看 今天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最近迷級 大家好 很感謝網民一直支持阿蘇 而阿蘇做每一條影片都是盡心盡力的 而阿蘇在YouTube 剛剛開了一個專屬會籍的計劃 如果大家想吸引多點鼓勵和支持 可以加入阿蘇的專屬會籍 多謝大家